Hello 你们好 现在是11月16日 11点21分 正如昨天所说 市场有点开火 这样冲上来 明天美国政府如何 我们还未知道 另一件事 在习拜会上 看不到有什么新意出来 另外美国那边 减持港股的消息 仍然在谈谈 所以这些事情 看到市场借势 成交13亿 但今天到这一刻 11点多 开市大概两个小时 开市这两个小时 已经成交了接近560亿 即是等于昨天的一半 仍然是早段跌的 所以大家不要太开心 因为现在市场是如何呢 它一扯扯到很高 才能吸引到那些人去买东西 吸引到那些人去买东西 就顺便做一口 所以很难令到你 即是高位变成追货 那它就放给你了 所以你要明白 如果市场借势现在没有新钱到 其实也见到美国减持港股 这件事没有改 这些政治的目的都没有改 没有改 证明没有什么新钱 还未包括那些友好 友好国家的钱走 所以港股来说 暂时都不是有什么大的升市出现 仍然都是上落市格局 上落市格局的市场就不太好 今天是想讲讲 今天就不做直播 因为今天中午有市 下个星期才做直播 但是不要紧 昨天我都叫你们买红镇 上了18000点就买红镇 那买红镇是用来做什么呢 其实说来说去都是那样东西 你买红镇你不要买那么近的 那你买远一点 买到51442 51069那些 51442 51069那些 但是我们看一下 51442 现在的杠杆是10.5倍 19600几点收回 距离现在有18800点 其实这些是安全的 51069是19700 差不多9.7倍的杠杆 那这些来说 你买了这些红镇 就用来保住那些货 保住那些新买的货 你新买的货 你买了货 你不敢买的 你买了 你买了 用来保住它 即市民 如果市场上到19000几点 你说你的货 现在是17800 19600除17800 即市市升10% 但如果去到19000几点 你说你的股票会怎么 股票一定不只升10% 你的股票起码升20-30% 因为现在很多的港股 都是偏低得很重要 而且你买的是表现优于大股市 都是选择过来买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市场真的升上去 你收了 你只不过是股票赚了的钱 有部份是红正输了 就那里补贴出去 两个NAC 回来 其实你是赚钱的 不过你没有赚得太多 但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如果跌下去 虽然你的货货买了 它跌下去 但是那个红正可以帮你补回些钱 如果市场跌下去 红正会有钱赚 现在就用这些方法 这样做就会安全 好说不要听 如果市场去到19,000几点 19,000几点 其实就真的很离谱 你就可以平了股票 红正就仍然在 你平了股票赚了钱 红正就算它再冲点上去 你也是赚少了 这是一个方法 但如果它下跌 你就可以保住股票 如果红正下跌 你就可以赚回转 现在不是再冲上去 如果是跌下去 你的红正就保住 去到一些重要的支持位 例如在16,000几点 你就可以平衡一些红正 平衡一些红正之后 红正赚了钱 便补回你持货的成本 那你就等于便宜一些 所以你开开拆拆 开开拆拆 其实就两边做 股票和红正 都可以两边开开拆拆 那变成两边 那你就可以减轻了 你的持货的风险 和可以增加到一些收益 这是一个方法 但取缺于什么呢 你的红正 你不要拼命 卖卖太多 你跟回那个杠杆 跟回你股票的量 还有你单边做 就要很危险的 单边做的风险高的 那你就要看看 你自己的桂桶有没有钱 你之前赚下钱的 那些钱就可以做子弹 够你应付到你红正的波动的损失 那当然我叫你买个红正 对冲那些都不是买些很近的 不是买些很近的 很近的那些呢 差200点就收的那些 你便很容易就被收了 那你就风险高了 那有朋友呢 就有我学生呢 就买了小米的红正 昨天买了小米红正 其实就恭喜他了 很厉害了 那小米呢 其实上到去去昨天呢 十六个白银钱呢 就挺厉害的了 挺高的了 那今天再充一下 就算你今天 买红正都可以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市场是 虽然 昨天晚上 场外呢 恒指上过一万八千四 上过一万八千四 那这个是 昨天晚上 美股时段的时候呢 恒指冲过上去 那今天当然不见了 那其实恒指冲上去呢 其实多多少少都是虚火 因为没有新钱到 没有新的资金流入呢 又见不到 那个基本面有什么变化呢 所以是很难地炒上去 试问你上到上面那里 那么多蟹货 谁跟你买了蟹货 消化了它再炒上去呢 很难的 你没有新钱的话 所以这个问题所在呢 为什么叫你 大家一直走这些东西呢 叫小米都叫你走的 那么聪明的 小米走的时间 你便买小米红正 小米红正 那你便很容易便会赚到钱 但是小米又怎样呢 小米呢 我相信呢 你看回现在这个小米图 小米呢 其实是出现了什么 如果上过堂就知道了 那么阴阳竹里面呢 这种穿破 穿头破脚的阴竹呢 这个阴竹呢 就是说收是低过开 那叫蓝色阴竹 红色那些就是收高过开 就是一路做好 那这个做淡 那这支阴竹呢 其实是破了个顶 跟着又破了上一日的底 那么这个叫做呢 穿头破脚 这个叫吞逝性的熊市 吞逝性的阴竹 那上一次说呢 10月31日那时呢 这个港股呢 就有个吞逝性的阳竹 是不是 如果你看回指数呢 看回 去年10月31日呢 就出现了一个呢 这个呢 是一个周线来的 周线来的 周线图来的 一个星期一支 去年恒指呢 在10月31日到11月4日呢 那五日呢 是出现了一个 低过上一日 跟着呢 就收高过上一日 那这个呢 就是破脚穿头了 那这个呢 是周线图来的 一个星期一支阴竹 这个是周线图来的 就是去年的10月31日 那这个是恒指来的 那它破脚穿头了之后 吞逝性的阳竹之后呢 下一支又是阳竹 那就确认了 那于是乎呢 那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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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上一次啦 那如果看回日线图呢 其实呢 它呢 就都有一点点类似的 星期一呢 就是最低位啦 14,600 跟着星期二呢 10月31日之后呢 11月1日呢 就是一路呢 14,800开 跟着收就收15,400 那高过 高过前一日的 的位了 那这个叫吞逝性啦 那其实就 你看到呢 刚才说的就是 小米啦 你讲的恒生指数呢 现在又怎样呢 那现在你看回呢 现在又有少少 是这样的样子啊 就是当然啦 现在的港股不是去到高位啦 不是在高位出现这样东西啦 那现在是较低位出现这样东西啦 那现在是较低位出现这样东西 那但是呢 其实就 都有一点点影响啦 都是都是类似的东西来的 就是证明呢 这个沽压很重 就是昨天的 开呢 就在17836 收就在1079 是不是 开是178 不是 讲错了 看看先 就是说呢 昨天呢 是17836 那 那 接着呢 就1079 1079 减17836 那 那就243点啦 因为它开呢 就列口 开高得很高 它呢 前日收呢 是17396 一开呢 就已经开高了400多点了 接着呢 接着就扯上去收羊竹啦 那 但是今天呢 一开呢 就开高一点 174 接着呢 就跌下来呢 就最低跌到来 17722 现在17770 那 就 它呢 比起昨天的1079 的收呢 和 开17836 都还要低 那 那这种呢 昨天的最低是17766 今天的最低是17722 低过它了 那 如果收都是低过昨天的最低价呢 今天就吞了 整个 昨天的阳烛 那就是表示什么呢 昨天的日中升多少呢 今天就收了 还要凸了 那 所以呢 这个情况呢 就是 不是那么好的 那 还有呢 预示了呢 后面压力很重 就是说 这个这样的裂口呢 绝对 很大机会会保的 就是去到175这里 会先補回 那 所以你们有的红症呢 就昨天做了那些 不用那么急 平了它 那 就拿住它 那 现在已经580亿 说一下说一下 已经去到600亿了 都未去到中午收市 那 已经全数呢 已经是 等于 昨天的数 的了 那 这个呢 就是 恒指 除了恒指之外 除了小米之外呢 有几 好几只股票都是这样的 都是破 穿头破脚的 那 曾经叫你们走的股票呢 包括 优太科技 那 这个也是 这么大支阴烛 那 那 285 比亚迪电子 又是这样的 又是 所以 这些全部要避开了 那 700 又如何呢 700 就好些 开高之后收回 但是都不会好得太多了 因为 那么大支阴烛 下来 9988又如何呢 比亚迪 这个阿里巴巴呢 又是吞小了 就是说 今天最高84.2 我说84元就是一个阻力区 那 如果你们买了的 早两天 买了阿里巴巴的 打算博业职的 你今天一开去到84元 你会走的了 那 如果你说 你来到这些位置 我拍片出来的 那有时间差的 那 那就提不到你那么多 那84元 看到你要走的 那 为什么呢 它又会沉下去 那 甚至乎 网易呢 都是这样的情况 美团也是 包住了 所以 那些科技股 就没什么混合 那 那唯独是有什么股票 最好呢 昨天我叫大家可以持有的 就是昆仑能源 昆仑能源 今天也是微升的 7.1.5元 那 还有能源股里面的中石化 中石化 今天也是微升 3.6元 那 这些都是 相对安全一点 那 另外呢 比亚迪 又是不好 今天高一高之后 又扯回 下来 是 是 中心国际 都是 我都说 就等他去到21元 先不要追 那这些也是 项目 不是很理想 这些股票 所以 手机设备股 就要 走的了 升了一转之后 不论232 14 7 8 20 18 就稍微好些 但是呢 都要走的了 至于餐饮股,520这些就跌少少,这些是首 还有月海这些也是首 257,光大环境开始有些少少资金流进去 这些都是安全一点的 九龙仓之前有钱流进去,这些你可以看看 久一点会不会有机会爆高一点 本地地产又开始无力了 你见到恒基也是一个穿头破脚 又是穿头破脚,所以不是太理想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暂时来说呢 仍然,这些是这个格局 至于整体来说呢,这些是 等一等 整體來說,這個情況不太理想 還有一些牛紅症 174、175的牛症有5億 174、175的牛症有5億的牛症 都頗多,距離現在只有2、3、8點 175新開了,只有175、11 這裏有3億的牛症 會被收的 174有2億,加上5億 所以這裏都多 有沒有機會坐一坐下來呢 絕對有機會,還有會保位 所以大家要留意這件事 而小米呢 現在15.8 如果它這樣下來 如果明天還是一支陰燭,那就很頑 我看它要下14元才好 現在15.8 現在15.8 現在155點 H&P跌了10點 所以整體來說 都不太好 現在只能源股 你可以保持住 其他那些 都不太理想 好話不好聽 暫時來說 就彈花一現 升一升 就已經沒有了 那就下來了 你看些汽車股 你上汽車吧 今天又這樣下來 那小鵬呢 那小鵬呢 就還要開低一點 蔚來呢 就都是 那這幾隻都不太理想 那至於那些 其他那些股份呢 就是內銀 北水呢 很明顯看到 昨天 看回那些北水呢 昨天來說 就 都多錢呢 就是 看到那些北水是流走的 那 昨天呢 就很明顯看到 北水呢 就是有一部分的錢 就流走在ETF那裡 只是那個 ETF呢 都流走了 整 幾十億的 就是在那個 恒指啊 國指啊 和那些 是相關的 那些 那些 科指啊那些 三個指數的 ETF呢 都流走了 整 超過六十億的 那就是說呢 昨天這樣一升呢 那些北水都走 所以 證明呢 上面呢 都有很多 蟹貨 你要它 維持 稍微高些水平呢 就不容易 那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就 大家要注意一下 這些事情 那 至於 內銀內房內險呢 當然 是 昨天來講呢 就有少少資金流入的 但是不多 不顯著 包括一些科技股 但是呢 這個問題 大家要明白呢 就是說 市呢 它要這樣抽上來呢 你才會有 一些散戶啊 有些小的資金 會跟著買的 啊 你稍微上少少 沒有人買的 那你上來 上得多呢 那些人就追入去呢 追入去 那又變了蟹貨了 啊 所以有時候 問題就是說 好像昨天這樣升 你又要走貨 就不是買貨 昨天我都叫你們走的 除了那些能源股 我叫你可以hold住 或者拙換馬去那些都可以 啊 跟著呢 你的紅證 我叫你們都開紅證 那原因就是這樣 啊 現在這些這樣的事 糖水管糖魚 沒有申請到呢 就是這樣了 搓高上來呢 就又變蟹貨了 如果你高追 反而呢 你應該是借它搓高上來走 走過之後呢 它又跌下去呢 你就找機會又平個紅 平個紅 啊 或者你昨天這樣 你厲害的 就好像那個小米 炒到那麼高 那你就買紅證 紅證 你昨天那些 你買20元 樓上的那些 被收回那些 高於20元那些 你就安全了 是不是啊 那今天呢 就簡單一點 說到這裡啦 大家慢慢做 用心 啊 就記得按LIKE 按一次好了 多過一次無效的 那喜歡的朋友呢 就記得介紹多點朋友圈啦 還有 裡面呢 有個訂閱的 訂閱免費的 還有按鈴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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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鈴呢 的話 就連 ul次說 告訴你上課的詳細情況 是八堂的,每一堂兩個小時 教你們很多東西 今天就講到這裡 大家努力加油 正好就是發掘一下股票 有些好的,大家拿出來和大家交流一下 你喜歡的跟我交流,我和你分享一下,研究一下 市場上升上來又不要太著弱 也不要太害怕 跌下去又可以重新部署 總之就是慢慢做 用股票和牛熊證去對沖是最好的 當然旗子都可以 但是旗子你們未必駕馭到,所以我不講這些了 因為作為基金經理是用旗子的 旗子有很多技術性的問題 要懂得怎麼處理才行 因為它的槓桿都很厲害 一張旗子50元 18.90萬一張 這個數字很大 但是你給10萬元出來 做孖展 等於放大了9倍 放大了9倍的話 它的力量等於9倍力量 這些就是要駕馭到 你懂得怎麼控制風險才行 這些有機會再 這些就要上課講的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 多謝支持 拜拜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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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